食貨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啊 吃什麼 今天吃煙 為什麼我兩顆植物在這裡 我想想 很害怕我兩顆植物 是不是威羊 很害怕 我知道你對這些香草有研究 我不是有研究 香草爺爺爺 我有種香草而已 有時候放在這裡種 這款有沒有種? 什麼? 芫荽 真的芫荽沒有 芫荽很少種 很少種 原來你們在家中種的一盤香草 芫荽是最難種的 因為芫荽的打理是很麻煩的 她是像一個很隱瞞的女人 你要淋水 但要淋得少 但要淋得密 然後她是滑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 即是很軟 是很軟身的 所以就會變成你家中很難 很軟身 對呀 撒在這裡 你會死了是不是 一波撒在這裡 難養不重要 不要撒在這裡 因為有時候你都貪她的 你看到她的身形撒在這裡 又麻煩 又撒在這裡 又要捧著她 又要捧著她 又難養 自己又不自己站在這裡 又要幫你扶上去 又要捧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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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捧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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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辦法 她真的香 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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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的鐵樹 是嗎 一兩塊葉 砧板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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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適合就適合吃 雖然她全年都有 但是秋冬時份 她是最漂亮的 這個砧板那些 所以我今天特地買給你吃 怎麼只吃芫荽呀 哎呀 有的 你打邊爐沒有試過 買一斤 你這些是西芫荽 西芫荽還是糖芫荽 糖芫荽 你現在不是糖芫荽來的吧 糖芫荽來的 但這個像糖大俠 因為糖芫荽其實都是由西方傳過來的 都是由地中海傳入去中國 然後再傳到歐洲 大家都是同一個種 是嗎 是呀 不過我小時候很討厭芫荽 是呀 是很討厭 討厭到不得治療 我小時候很討厭 譬如皮蛋獸肉粥 不一定放芫荽 是呀 蒸魚也是 我看芫荽我會扔走 但我現在很喜歡吃芫荽 是呀 我現在很喜歡 我變了 半生瓜 我現在很喜歡 苦瓜喜歡吃嗎 苦瓜我從小到大家都喜歡 所以我覺得苦瓜 後半生草 是呀 後半生 苦瓜我真的受了什麼精靈 苦瓜我真的受了什麼精靈 我有一個表妹很小時候很喜歡吃芫荽 我還在瞄她 很噁心的 難吃的 怎麼搞的 後來我現在愛上了 阿婆我才吃芫荽 對呀 我覺得很奇怪 這麼難吃的這些東西 現在你沒有吃吧 現在很少吃 現在喜歡吃 現在喜歡吃但都少吃 打火鍋 打火鍋是很喜歡的 不是吧 打火鍋和芫荽 不是吧 但是我想說 打火鍋 不好意思 苦瓜和芫荽 我還是一般 你不要瞎 我看過你吃苦瓜火腩飯 我只是喜歡吃醬皮糖 你很瞎 醬醬 醬皮糖 還有棉花糖 醬醬 我自己喜歡吃棉花糖和醬皮糖 阿傑剛才說得對 這些芫荽 現在打火鍋 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額外點和加錢 它不再給你 其實你本身有皮蛋湯 也要芫荽 但你要之後再在菜裡吃 阿姐 你點東西當然要額外給錢 我的意思是 因為以前有九宮格的調味料 芫荽蔥的油 也有 那些油給你 但你再點多一點 不是 現在你聽我說 因為我最近吃很多間 很多間都是 那些調味料 辣椒粒 乾蒜 濕蒜 芫荽是真的要額外點的 要加錢的 它不知為什麼貴了這麼多 你那幾間是貴的 可能是 不是 便宜的也是 我吃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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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吃貴的 真的是 這是真的 沖就任筆 對 真的 吃東西 但我想說 資格 但我想說另一件事 那天你不是說 杏仁是像生哀味嗎 不是 不是 是因為南北杏裡面有生哀 所以生哀 因此 因為沒有人吃過生哀 吃生哀就死了 所以大家猜生哀味 所以那時候我化學的老師跟他說 生哀是苦衡味的 因為那時候 讀Periodic Table的時候 還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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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總之就是這樣 但我想說這個芫荽 原來跟跳膝是一樣的味道 蛤 為什麼呢 因為芫荽 很奇怪 芫荽有個英文名 叫Coreander 這個名字就是來自希臘文中 像跳膝的意思 原來他們在那邊來 就說這個味道跟跳膝真的一樣的味道 於是就給了一個跳膝的名字 跳膝有味道的 那時候看書 當然我沒有看過跳膝 我看過書 他在看書寫一些人窮 在床裏面 聞到一股跳膝的味道 噢 原來是芫荽的味道 你這樣說我真的想起 對 他們說聞到一股窮的味道 噢 原來是這樣的 有沒有聞過 他的頭 哈哈 不是啊 多香啊 是啊 我的頭反而臭 我覺得 我的頭反而臭 好啦 我先試一下芫荽 這個呢 看上去先說了很多 這個芫荽很綠 是新鮮的嗎 剛剛撕了我看著 是採摘的樣子 剛才是採摘的樣子 看上去都很新鮮 然後呢 那些葉子都很健康 試試看 哎呀 其實你平時吃不吃芫荽的 不吃的 噢 不知為何我覺得 我以為你是那些老的 喜歡吃芫荽 嗯 我吃薄荷葉的 我吃薄荷葉的 是啊 薄荷葉我會拔一塊 薄荷葉我以前不吃的 現在慢慢大過就吃了 不行 聞了香放到口裡 大腹 哎呀 多太多啊 哈哈 不行 還有太新鮮了 哈哈哈哈 一分 一分 很軟 手指臭不臭 手指臭不臭 我的腳也臭嗎 哈哈哈哈 我聞到腳也臭 我聞到腳也臭 我的手也聞到腳也臭 嘩好臭啊 一分 一分 好臭 B 咦B是另一種東西來的 葉子很不同 這個葉子 這個不像我們熬粥那些 這個像外國的芫荽 好 聞一聞 顏色也沒有那麼鮮綠 喂 這個 這隻怪味 聞起來也不是芫荽味 你有沒有買錯 這隻 有時候不小心 你按死了臭屁蟲 那隻味道 臭屁蟲 跳身不像臭屁蟲 你聞一下這個 什麼臭屁蟲味 不是 很臭啊 我很怕臉臭臭屁蟲的味道 好嘗嘗 我想這隻更難吃 那味道很臭 嘩 半分 不行 小儀你試一下 你這一種喜歡的 好啊 試一下臭屁蟲 嘩 不行很難吃 我真的怕自己買錯 嘩 這個好難吃啊 真的嗎 這個好難吃 魚皮的那些不同啊 不同啊 不是啊 A是我們平時煮粥吃的那種 那種 芫荽 這個真的不行 這個更苦 那個B臭 很臭啊 嗯 B 這個我們平時常常習慣的那些 嗯 就應該沒那麼厲害 B 你今天 不識貨 沒有什麼關係啊 真的 真的不好吃 但誰我們會慣常吃呢 B啊 B是慣常吃的 是A的 但A就是來自紐西蘭的 可能我是紐西蘭人 哈哈 可能A 快拿出來的樣子看看 就是憑的芫荽判斷 你就是紐西蘭人 是啊 拿上來吧 這些香草有個盤 A那個就是圓盤來的 這個是紐西蘭人 原來的 對它好一點 這個紐西蘭人 對呀 這個紐西蘭人 已經弄掉了一塊 你看都弄掉了 這個像我們平時吃的芫荽 對呀 這個真的不太像 平時那些 剛買的那些 一條款有很多 那就是這個 它現在一條款 只有一個葉 那會不會是B似的 B似的 B就是一條款 這個就是剛買的那些 剛買的那些 對呀 有連這些筋 這個就是B了 就是你剛才說不像那個 對呀 一條有很多葉仔的 這個呢 我們正常見的 咦 也是的 哈哈哈哈 玩東西一起的 我們玩東西一起的 喂 因為我看這個不是吧 剛才你也叫我 哈哈哈哈 笑什麼 哈哈哈哈 你先聞一下新鮮 你現在怎麼聞 你抓錯了 這條就不是 對呀 對呀 沒錯 你肯定要選擇我沒有頭髮的 沒得說的 對呀 我要選擇 沒有辦法 哈哈 好啦好啦好啦 真的不懂得睡 對呀 你要不要帶這盤回家中 在你的栽培下 應該會比較好 你想想想 你要這樣 你放在他們自己的窗台 好沒有MOD 你怎麼中 如果心情不好 就更加心情不好 對呀 不行 這個價錢可能你會想帶 因為這包貴的 要40元 但便宜過5元 這個 也沒有農藥去種植 對呀 還有自己的盤 你那個已經種好了 它種好了 抽出來 你不會拿出去再種 這盤是種了 你現在拿完它 其實這些為甚麼放在自己的廚房 就是因為 你煮飯拿汁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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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只會生出來 下次再煮飯 總之你久不久拿去煮 久不久還還還還在 只要你經常煮菜 那棵東西不會死 就好養一些 就像我家中的那棵東西 又不是經常用的 那棵東西 就變成一棵樹 對呀 越種越長 對呀 越種越長 你經常都要煮菜 你又不煮菜 就裝在廚房放一盤東西 這樣就變成一棵鐵樹 我吃光了 鐵樹也吃光了 對呀 我吃光了 我真的不夠你吃了 肚餓嘛 不夠後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